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乙军在加沙地带频频发布撤离令 28号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拉扎里尼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加沙地带仅有14%的区域 未受过乙军撤离令的影响 以色列方面发布的撤离令 在加沙地带制造了灾难和混乱 巴勒斯坦人经常要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收拾家当开始逃难 大多数人还没有交通工具 仅能依靠步行 大量的巴勒斯坦人平均每个月 都要被迫逃难一次 寻找完全不存在的安全区